準行政院長賴清德 將北上阻隔 宿敵謝隆建 迎師相送 還帶著稀有錢來 再也密調續集 信隆界手中蜜雕稀有 以及蜂蜜水 是過去為了食安議題質詢時 對賴清德火爆嗆罵的起手事 這回兩人最後互動依舊爭鋒相對 卻多了一份信心相惜 賴清德離別臺南 謝隆界語帶失落 還引用倫語的君子之爭典故 形容兩個人的關係 消失超過二十年 這回也是首度通上電話 所以剛才我要來的路上 他有卡電話 再來消息一遍 他說他現在已經進入立法院了 兩階你立法院有這麼快 謝隆界表示剛認識賴清德時 差點成了他的患者 還說兩個人 雖然經常為了正式互吵 但其實互有好感 只是因為政黨不同處於對立 但好話說完 謝隆界不改本色 畫風一轉再批賴清德 你的臉紀的存在 是你放三台人 所以你需要收報 我們議會 優元可以結尋 行政議長 你不是結尋代理市長 醫生只監督賴清德 藝人的謝隆界 在賴清德北上之後 暫時少了舞台發揮 網友也希望 謝隆界未來能夠選上立委 讓兩個人能在立院再次相會 記者紀博士 陳昭虎SNG小組 談論報導 Stanislas 李宗盛